先彰望一下 她有在彰望 她手上拿什麼東西 那個是酒精吧 大半夜婦人鬼鬼祟祟 走到鄰居家門口 疑似泼灑易燃物在機車上 再用打火機點燃 瞬間冒出火光 點燃就跑了 婦人縱火逃逸 放任火勢越燒越猛 附近住戶健壯全下壞了 試圖拿水桶泼灑 但完全沒作用 最後趕快拿出滅火器来 只能讓我起來的時候 看到我的機車著火 火很大這樣子 之前有隔壁跟另外一部在爭吵 有其他人 機車被燒成了骨架 一旁轎車也遭殃 底部被燻黑 事發在大雅一處社區 5號晚上11點多 汪欣婦人和同社區的男子 發生口角爭執 兩人離去後男子不滿 深夜又拿著棍棒 跑到婦人家 砸毀箱形車泄憤 凌晨2點多 婦人發現車子被損壞 氣不過想縱火報復 沒想到找錯門牌 放火燒到業性住戶的機車 莫名其妙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有人無辜去 無辜去把那個人 是不是前面那個 我方是因為爭吵問題 還是說不想的人 目前調查的結果 汪李他初步是坦誠 他有他縱火 警方帶回兩人偵訊 汪欣婦人出犯公共危險罪 男子則是毀損罪 兩人因為私人恩怨 竟然波及無辜鄰居 還縱火報復 還好最後沒有釀成人員傷亡 記者林元兵 許玉文 蔡敦瑩 台中報導 好 好 好